我們有三個種族可以選 分別是龍族、蟲族跟獸族 像他選的這個就是獸族 就是一個比較是狗、狼形象的怪獸 剛剛是在選他的初始攻擊模式 就是他可以選他普通攻擊的模式跟第一個技能 在出生的時候他可以在地圖裡面狩獵這種小野怪 會累積他的經驗值跟他的知識點數 這個知識點數就可以龍到夠的時候 大概三、四百的時候你就可以購買一個技能 這個技能就是你買來之後都可以再替換的 所以你的流派會一直不斷的變化 你就可以選一些你放的最順手技能 組成一個最適合你的流派選擇 他可以重置嗎? 可以重置,你可以花錢再買另外一個技能回來 或是把它覆蓋掉 普通攻擊也能重置 所以你會前前後後換完你會變不一樣的怪物 我們玩的時候就是會一直換 不要讓對方掌握到你是什麼流派這樣 但是這個是固定的 這個基因點數是固定的 可是他是 我們一開始會送的五點 看一下他們現在玩的畫面 因為他本來是有十五個等級提升 展場版我們就把等級的要素拿掉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對 那就是一個等級就先給他五點 總共是十五點配置 那像這個基因點數的配置 我們有一個做一個設計 就是三的倍數會是加成的點數 所以你點的時候可以像這樣子去點 就是三點唯一一個單位去點 三六九的方式去點這樣 會是比較好的分配方式 像他這樣就是比較聰明 他兩個都有加成到這樣 到之後就會做一些提示 現在提示都還沒有完成 還在demo版 所以有一些技能提示 或是一些優化都還沒有很完整 對 我們會在事後再把它做更 現在是封測還是 還沒有都還沒有 是一個demo 就是還沒有對外去測試 就是現場展場兩台電腦連線而已 像他這樣已經進化成等級二 就是他這個經驗累積滿的時候 他就有兩個支線可以去選 一共三個階段的進化 每次兩個可以選到 所以最後就有四個不同型態的最終進化 那他是電腦的還是可以手游還是 目前是PC的 我們打算說先把PC的內容做完善 再考慮接下來 不管是Switch的平台或是手游的平台 再考慮 畫面還不錯啊 我們這個有重置過整個畫面 跟那個角色的shade 像這個就是舊的 看起來就不要粗糙 這個速度是我們這一版新增的 這個哪裡看得到啊 這個哪個平台看得到啊 目前還沒有上市 但是可以follow我們的粉專 搜尋決戰進化島就有了 可以幫我按個讚一下 好 沒問題 或者掃描這個QR Code也可以 這邊前面有小卡可以拿 這邊要拿嗎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這個遊戲啊 你在這邊做所有的事情啊 他都是會有一個分數的影響 你龍野怪會加分 但是加很少 殺完加會加分 就是加正常這樣 然後搶到BOSS會加最多 就是做這些事情你會加分 但是你如果死亡 就會扣分 然後我們有一種連續的獲得分數的方式 就是你連殺別人 會有分數的加神 然後連續死亡會有扣分的加神這樣 所以他們的排名都是浮動的 像這個一二三名全部都是浮動的 可是 如果 他一直輸下去 那這樣子就一面倒 這樣子就 遊戲就很快就結束了吧 他 基本上我們就是 為了預防有人 一直輸 或者是滾雪球 一直弄上去的 這種機制才 想出這個扣分跟加分的機制 因為我們如果說一直連續死 他的扣分會連續 會越來越少 噢 然後你對別人的價值也會越來越少 然後你對別人的價值也會越來越少 別人殺一個連續死的玩家 他可能就加一點點而已 噢 甚至比殺野怪還少這樣 那重生速度咧 重生的CD時間就是看 三個階段不同的進化 會有不同的死亡時間程 噢 那平衡還是一個大問題 對 我們沒有一個專門的人去調 所有技能的平衡這樣 噢 對 這個技能平衡我們都 目前有大概調過 但是 我們想要堅持 新角色就一定會比較強的 這個 還留下一點點 所以以後收費應該是 由新角色開始先收吧 我們這個收費方式還在考慮說 要 一開始有一個 付費購買這樣 但是 少少的一個價錢 讓我們平衡一下 就是它的價錢 然後 我們會出一些 特殊的有趣的內容 例如說 販賣一些skin 或是販賣一些 特殊的角色動作這樣 可是這個遊戲跟某個遊戲 都有 有點重複了 你是說英雄聯盟對不對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mobar game 那mobar game跟mobar game 他們會有 有所重疊 我覺得是正常的 因為 你可以看像 Dota 2 然後 英雄聯盟 或者是 傳說對決什麼 它其實都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類型 就有點像FPS這樣 就是一個類型 我不是要找理由 但是 確實就是這樣 你如果硬要說 我們要抄 對 我們抄mobar game的所有東西 這個 腳地圖一定要 這個技能一定要這樣 對 這是一定要的 QWE 對 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降低 玩我們遊戲的玩家的學習成本 喔 因為那個 英雄聯盟或是 Dota 2 它已經有很廣泛的群眾了 那它在過來玩我們的遊戲 會比較 沒有學習的成本 它就是無後接軌這樣 這個也不用買裝備對不對 不用買裝備 你就是管好你的技能 設定好你的基因 選你最喜歡的進化類型 就可以玩了 就可以打了 其實這個模式在暴雪櫻霸好像也有 喔對 還有暴雪櫻霸 這個模式 我們這個模式是比較 如果要講的話 偏向是大亂鬥加大暴殺的模式 那就是可以說很多不同的隊伍一起打嗎 對 我們有三方隊伍 就是 2打2打2 跟3打3打3的三方隊伍去打 那你們有沒有考慮過說 以前啊 有一個遊戲叫魔獸爭霸 那他們可以自訂地圖啊 可以讓你們 就是讓玩家 訂了一些很好玩的一些小遊戲 或許 編輯器 對對對 這個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們 因為我們還是獨立遊戲團隊 所以如果要做到這件事的話 可能真的是很後期 對 就是這樣 這事實就是這樣 獨立遊戲團隊就是一個很小很少人 這樣 可是你們一開始要招收新玩家的話 如果你們一開始 直接就先收費的話 那 這樣子 要招收玩家 其實你要拉抬人氣 應該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吧 是 但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們會想要訂一個 最基本的 大家要可以接收的價錢 讓玩家先入手 例如 例如 300以下 這種 大家都可以接收的價錢 其實這樣子 我覺得還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說 嗯 像英雄聯盟 爆血音8 他們都有一大問題 就是一些 玩家都會 利用免費帳號 然後一直 公開的 亂說話 然後 免洗帳號嘛 對 因為太免洗了 但 我還是要重複一下 我們獨立遊戲團隊 還是有一些要平衡的東西 對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說 真正的免費 因為 光是伺服器 就會一個負擔 這樣 喔 所以我們真的是必要的回收 這樣 對 那我們也會 之後的 做法 也可能會考慮 募資 因為我們打算做到一個 比較完整的狀態 在想這個問題 在想那個 接下來 下一步要怎麼走的問題 因為其他的 這些同類型的遊戲 都比較不可愛 我是覺得 或許 做得可愛一點 可以招收一些新玩家 對 我目的就是這樣 就是卡通風格加 一開始的小怪 是可愛的這樣 嗯 可能女生也會喜歡 小朋友也會喜歡這樣 對 對 有一種 大家沒有覺得有一種神奇寶貝的感覺 對 而且不是推塔遊戲 看你們的地圖 好像是 開放式的 對 是開放式 而且這種小區域 一個洞一個洞 這個都是設計出來 要讓 我們放一些獨特的 事件怪 或菁英怪 我們會加入一些事件 類似於 那種 逃殺的 空投的機制 讓地圖的 隨機一個地點 有一些事件 讓你去搶 增加玩家的互動 的一個機制 這樣 對對對 那你們的獲勝條件 是什麼呢 目前就是十分鐘內 分數最高的 就是第一名 順序排下來 那 那說不定 可以說 增加一些獲勝模式吧 對 會有一些不同的獲勝條件 像我們之前有出一個 吃鑽石的版本 但是就是 多了吃鑽石這個動作 導致於 有些人殺人之後 鑽石被別人吃了 就很討厭 所以就把它改掉了 可是 說不定這個idea 還行得通 因為 你如果要區別於他們的話 真的 對 就是我們還是在實驗各種 不一樣的模式 就是它的可能性還是很高的 對 可是我們就是會 之後可能會開啟一波小規模的 線上測試 會是發那種 半活動發 測試碼的這種 然後讓 收集一些玩家的意見 然後我們會 針對玩家的意見去修改 或是創造新的模式這樣 對 好 謝謝你 謝謝